走遍巴蜀大地 领略巴蜀风情 我是点哥 这里是四川金塘县 我现在是在金塘县的淮口镇 这里现在不仅有新兴的淮州新城 还有宝金沧桑千年古镇的老街 这期视频我们就去这里 一个充满相处的地方 也是淮口人最熟悉的地方 最难以忘却的地方 眼前的石梯是这里一袋袋 一辈辈人脚下最亲切的地方 曾经这里的川主庙 现在剩下的更多的是一些老房屋 和历经岁月宝金沧桑的古树 一条粮食坝街 倒出了这条街曾经的功能 川西老民居特有的建筑风格 木架灭巴墙 发黑发灰的灭巴墙 使得这里别有一番韵味 街道穿过房屋向上延伸 地上的龟裂纹是最清晰的记忆 石梯看起来挺陡 两边都是曾经老建筑老房屋 曾经漂亮的外墙已经脱落了 风化的石阶是这里阎伦的见证 看到这样的清瓦房 或许很多朋友都有一种亲切感 由于时间久远 这里很多房屋已经成为了微房 与这里一阶之隔的喧闹大街相比 这里的老街显得安静静谧 曾经晚上的脚步声在整条街上回荡 现在这里的脚步声白天也能回荡 历经言论的老街是环境的伴随者 看到这些老的灭具和旁边生活的人们 我们就能感受到这里依然是那么天静 那么充满烟火味 刚才我们走过穿过房屋的街道 这里被称为川塘街 像我身后的这些瓦房 现在是越来越少 我现在来到的这里 是镇上曾经的电影院 看一下哈 就这一块 电影院的规模还是很大的 在那个年代有这么漂亮 这么规模大的电影院 不多见在一个镇上 我们看这个地方 电影的宣传 今日放映 自取微虎山 这只是一个牌子一直保留下来的 卖电影票的窗口 已经很久没有开过了 一个镇上 在那个年代有这么漂亮的电影院 真的不多见 也说明了怀口这里曾经的繁荣 前面这一段叫公园路 街上的建筑 基本上都是清朝时期和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 看到这样的实体 又想起了这里曾经熙熙攘攘的人群 从四面八方 来到这里赶长的场景 川斗 木架 青瓦房 一股隆隆的乡愁 从心底泛起 眼前的这条街 叫新龙街 是这里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条 明清建筑的一条街道 曾经怀口镇上 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段 也就是这一条街了 真真正正的充满古艺昂然的老街 虽然曾经宽大的石板路换了一刹又一刹 但依然还是留住了延伦的脚印 这些民房既普通又富贵 既熟悉又陌生 我们去对面的那一家房屋里面看一看 这里面现在是全空了的 我们从这个里面进去到里面去看一看吧 因为这真的是太难得了 像这样的老建筑 老院落 进来过后 这里面是一个小的天井 里面仍然住有人家 阳光透进来 更是显得古仆 后面还有巷子 我们来看一看这后面 这里出来过后 后面是一个石梯 上面也还是住有人家 这条路感觉就像是我们刚才走的那个川塘路 大片青瓦房 显得很温馨 街道两旁 淋漓的商铺 基本上没有开门 一些房屋都贴有微房的提示 隆隆的清代民居的气息 飞檐翘角的屋顶 装饰的也是很漂亮的 有些地方还有精美的雕饰 门窗 充满了人间百味风情 这里还有一栋建筑 看起来很特别 这一栋建筑的下面 全是用石头砌的 上面是木架 猎把墙 看起来很有气势 整条街上就像是一幅泛黄的古画 刚刚我询问了 居住在这里的一位老人 据他讲 怀口以前 这里是赶肠 平时最热闹的地方 他们老一辈人当中 更习惯性地称这里叫上长梁子 这里的街道 这里的房屋 真的是很美啊 现在在城市里面就有那么一群人 就喜欢到这样的街道去走一走 找找那些快要消失的卡卡狗狗 一段的房屋比我们刚刚走过来的那一段房屋要高 而且房屋也要精致一些漂亮一些 这边还有一个巷子 现在是封了的 可能是里面建筑的危险的原因封了的吧 不过这里面我们看墙体 还是很漂亮的 曾经繁华的街道 现在很少有行人 很另类的招牌 时代标语 这里面依然住有人家 大街小巷 小巷指的就是这样的小巷 不过这里的小巷 房屋很高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柱子 这条街上很多柱子都是那种石头的柱子 这种石头柱子建的房屋应该是很牢固的 也是这里房屋建筑的一大特色 去对面的一个住户家里面看一看 据居住在这里的人讲 以前这里是一个茶铺可以喝茶 不过现在这里因为贴了有那个房屋危险的标识 现在这里茶铺也就没有开了 里面也是一个小的天井 看屋顶应该是以前曾经装修过 过去热闹的茶铺现在变得很冷清 门板上还有一个巨大的字 新龙街到前面这个位置就出头了 过去车辆的现高牌现在这里也只是一个记忆了 看到这样的街景真的是香愁满满 希望这样的街道能保持下来并开发利用 每一次当我看到这样的老街总有一种亲切感 这种老街不仅沉淀了它的历史 更沉淀了在这里生长的人的一生 或者是几代人的生活 点点滴滴都是历史的生活 能保留下来的永远是最精华的东西 朋友们看到这个老街感觉怎么样 喜欢点个视频的朋友们关注评论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